你好 非常有緣分 也很感恩可以分享這個佛咒給你 這個佛咒的名字叫准提神咒 話說以前有一個菩薩叫准提菩薩 或者我們叫他准提佛母 他曾經向眾生 向這個世界上很多的生靈 尤其是人類去分享過這個咒語 這個咒語的好處就是 其實真的幫你積福改運 改善你整個人的命運 我自己Thomas 真的很感謝准提神咒 其實他在我人生裏幫助我很多東西 是真的 所以我才經常很大力很樂意去跟別人分享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你自己真的誠心去念一下 很快會改運 很多事情 很多機會是會很快來的 心想事成 說真的 我們經常 中國人都有句說話 心性質靈 當然還有他會幫你慢慢去改運 但是有時候你有很多東西的人生 即是我們活在這個社會 當然很多東西要祈求 是吧 即是無論到工作事業 金錢 愛情 很多東西我們都有一些需要的 只要這些是一些正經的東西 不是去害人 其實佛菩薩很慈悲 他都是會幫我們去圓滿我們這個願望 或者我再說多些 如果有一些沒有佛教背景的人 那些人經常會覺得 為什麼我念這些宗教的東西 就會有一些佛菩薩幫助我們 為甚麼 他只是幫助我們 其實原來我們知道 佛菩薩幫助我們人類很多東西 其實他是想讓我們眾生結一個善緣 好像在這裡種了一粒種子 到這粒種子慢慢去發芽 成熟變大的時候 到時佛菩薩就可以導我們 離開這個 我們叫一個五族樂勢 我們經常都說 或者是這樣說 跳出這個生死輪迴 我們就可以全部人都是成佛了 好 這個比較花菩薩的 但我現在先言歸承轉 這個準題神走 我在這裡教大家唸一個短的版本 就是這樣 聽著 我再唸一次 我之前已經分享了一個連結給你 你可以不斷去聽 不斷去唸這個 其實在任何時候唸都可以 我們佛教裏面有很多經咒 我們都勸大家 起碼不要去大小異辯 或者去做一些不清淨的行為的時候去唸 但是這個準題神走 它的彈性真的很大 就算你在廁所洗澡 或者是吃肉的時候 其實唸都沒有所謂 是的 還有人們只會問我 口唸還是心唸 其實在佛教裏面 我們口唸心唸都沒有所謂 但是如果環境許可 最好就是口唸 因為我們有時候也相信 當我們口唸發出這些聲音 其實那個音頻 那個震動 其實也是有一個很肯定的效用 有一個更加大的效用 但是當不方便的時候 可能坐車 或者在辦公室 那就可以在心裏面唸 多多益善的 唸得越多越好 但是記住 不要像交功課流水式 不是要quantity取成 我們是要quality取成 是要心誠質靈的 是的 OK 那也有些人 如果熟悉一些佛教的 他們說要唸多少次 如果真的不要純粹說多多益善 有沒有說一些次數是比較好的 我們會相信 走108次 因為108是佛教是一個吉祥數字的 可能在你每早上起床 精神很充足的時候 或者臨睡之前 如果可以唸108次 都是OK的 應該這樣說 總之有一個period 你是可以連續唸108次 會是非常之好的 但其實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不應該執著這個數字 其實真的 多多益善 心誠質靈 這個準提神咒 是可以幫到大家很多東西的